今天,我们所有的你的孩子们来亲近你 祝福全国、全世界、全球、各个地方你儿女们 在你面前来亲近你 也领受你宝贵的话 阿爸天父感谢你 赐福接下来的时光 赐福每一个宝贵神儿女的心灵 赐给我们口目 谦卑和领受的心 让我们得着你的话语 当作把你的话语当作食物吃了 你的话语是我们心中的欢喜快乐 你的话语就是生命 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 生命的活水 让我们来口目里受 谢谢阿爸父 赐福所有的孩子们 赐福接下来的时间 感谢你圣灵运行引导我们 圣灵恩高在我们当中 感谢你赐福美好的主日聚会 还一切荣耀感恩都会给天父爸爸 谢谢你恩惠平安 与我们所有孩子们同在 每一个家庭同在 天父感谢你 我们这样同心可以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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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主日平安 阿们 好 主日平安蒙福 欢迎弟兄姐妹们的到来 我们接下来 欢迎分享的时间 马上就开始了 再次的欢迎所有的弟兄姐妹们 好 平安 弟兄姐妹们 好 弟兄姐妹们 主日蒙福 接下来我们是 话语分享的时间 那我们今天呢 要继续地分享这个 天父得爱 这个系列的信息 我们也分享了这个 关于爱的特征 爱的特征 我们看到这个石头的教导 他从圣灵而来的启示 圣灵而来的启示 把神的爱 爱是最妙的道 最大的恩赐 也就是说 不管是从你个人来讲 还是一个家庭角度来讲 或者是一个教会的角度来讲 他最重要的恩赐 最重要的就是爱 哥尼多教会不缺少恩赐 他们也不缺少财富 他们有钱 有恩赐 口才知识都前辈 可是为什么 他们有那么多的问题呢 哥尼多教会问题都多了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 困难的事情发生呢 主要的原因 就是他们没有爱 他们不明白 这个爱的道 没有这个爱呀 再有恩赐也没用 知识让人自高自大 唯有爱心能造就人 恩赐让人觉得自己与众不同 我的恩赐大 你的恩赐小 我的恩赐很特殊 是不是 你的恩赐不特殊 看到没有 他有恩赐 但是没有爱的话 没有爱 他的恩赐 也不能真正地发挥 祝福别人 所以你看十二章都讲恩赐 所以你看十二章都讲恩赐 你有过这个案的恩赐 十三章就讲爱 你光有恩赐没有爱是不行的 光有知识没有爱也是不行的 那你要有爱 首先就要明白什么是爱 对不对 爱是什么 爱的利益是什么 爱的特征是什么 所以教会当中最重要的是 要明白天父的爱 所以一个家庭当中 也是最重要的是爱 所以家庭当中 你有爱 这个家庭才能被建造 是用爱来建造的 建造关系 建造家庭 是不是 没有爱的家庭冷冰冰的 都是要求 都是指责 定罪 这个氛围就不对 你进到这个家庭里面 你看一下 他没有爱的家 氛围都不对 但因为爱的家 他家里面就 那个氛围都好 是不是 那些孩子们很开心 喜乐 所以这个爱会让 带来的是一个 天堂一样的份 教会也是这样 个人 还有施工 个人都是这样 看到没有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越发认识 当你行在爱里面 当你越在天父的爱里面行走 你的心中 越发的喜乐和平安 我们必须要知道 所有的恩典 都是从神的爱来里来的 你有喜乐 有平安 你是从神的爱来里来的 所以神因为爱我们 祂把祂所有的一切 都愿意给我们 阿们 所以我们信神 其实就是相信 祂给我们的爱 祂给我们的爱 今天我们要继续地分享的 这个 恩典都前述 第十三章 好 我们上一次 已经分享到 爱是不轻易发怒 不轻易发怒 那今天我们要继续地分享 你可以拿着 可以记下来 拿着指头掰得起 拿着这个 鼻涕都可以 你看 不记善人的恶 第八方面 你看 心中有爱的人 他不会记善人的恶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这个不记善人的恶 就是他不会想人家的不好 记善 看到记善了吗 记善的意思 就是去思想 去思索 属散 思索 属散 恶呢 就是不好的方面 不好的方面 这个厉害啊 所以你看一个人说话 你要知道他有没有爱 就知道 如果他有爱的话 他不会说人家的不好 老实说人家的不好 听明白没 你一定要记住 要对事 不对人 针对着凑的教导 那是可以的 针对这个事情 那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人 你是绝对不要 不要动不动 把这个人就上当上线 人身攻击 人格侮辱 说这个人怎么样 怎么样 如果是这样 他就不是 是绝对爱你 爱是不计算人的恶 所以任何时候 都不要说人是权内 知道吗 知道 不要骂人是权内 亲爱的朋友姐妹 爱是不计算人的恶 这就是说 你心中有爱的话 你不会老是想人家不好 你会想人家好的方面 因为如果你老是想人家不好的方面 你心中肯定会有恶 肯定会有恨 会受他这不好的方面的影响 被他的恶子同化 最后你就跟他变成一样了 听明白没有 所以论带人的人 他也比别论带 他恨别人的 别人也会恨他 你计算人家的恶 人家也会计算你的恶 你说 我没计算人家恶 可是人家也计算我的恶 这你就没事 你就轻松一点 这些妈妈你心中没恶 你轻松 他心中有恶 他计算你的恶 他完事 这个不计算人的恶 很重要 他计算到可能你的权益 受到侵犯 但你仍然写责 不会用报复的手段 来打压他 来修理他 有一个很鲜明的地震 在神经当中 那我们来看一下 是在这个 马太飞 第一章 你看马太飞第一章 关于这个 云瑟的事 你看第一章 这个十八节 是不是 十八节到这个十九节 我们看一下 耶稣基督降生的事 记载下 他母亲 玛利亚 已经许配了约瑟 还没有允许 玛利亚就从圣灵 回来约瑞 她丈夫 约瑟是个义人 不愿意 明明地羞辱她 想要 暗暗地 把她羞辱 看到没有 亲爱的弟兄姐妹 那这里我们看了一件 很重要的事 耶稣基督是 圣灵赶运玛利亚 你要知道 玛利亚是被 徐培灭色的 用今天的话题说 她是订婚的 订婚给运色 可是还没有结婚 还没有允许 可是 玛利亚怀孕的 是不是 怀孕的 你想象一下 你就知道 对于预测来讲 就能接受 这订婚的 今天 今天的话来讲 订婚的 结果还没结婚 怀孕 那 那结婚 这事怎么结婚 你看 心中有正义的人 是一个义人的 还是有爱的 所以体现在 他做事 怎么做 怎么面对 怎么结婚 这个事 那么这里说 他丈夫 约瑟是个义人 圣经 你清楚说 他是个义人 义人 他的心 都是善的 义人心中 是有爱的 所以他 你看 接下来说 不愿意 明明地 修理他 想要 暗暗地 把他修理 这就是义人 他的想法 你必须要知道 按照犹太人的 这个文化和法律 按照当时 那个时代的来讲 如果一个女子 在他父亲的家里面 他就 他就有身孕了 还没出家 就有身孕了 完全可以按照律法 把他打死 用石头 把他砸死 就是玛利亚 都可以用石头 被打死 运色都可以 带着他一帮人 是不是 带着他 他自己家一帮人 上去找他 是不是 说你这 严重的话 就可以用石头 打死 你有身孕 你这个范劲 你这么这么的 如果公开的讲 可以把他 当着很多的人的面 就把他修着 不要他 看到没有 因为他已经 侵犯了他的权利 从人的角度来说 你要知道 这个时候 神还没有告诉玛丽 你不要说 那是耶稣 到身肉身 圣灵展运 阿玛利亚 有生命的 你现在才知道 是不是 可是在当时 约瑟不知道 在这个不知道的前提下 应该他是怎么灭练的 亲爱的梁佳姐妹 在不知道的前提下 他都没有想着 明明地修理他 只是想着 暗暗地把他修了 这叫什么 这就叫 不计算 人的恶 看到没有 你们要说 玛丽亚没有恶 那是后来 如果不是 圣灵肝孕 如果不是基督 道成就是圣灵肝孕的 有没有恶 那恶就大了 是不是 那如果 为了这种情况 怎么办 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 这是 约瑟海 不知情 就是 不知道 是圣灵感觉的 玛丽亚的声音 是从圣灵来的 在这个 不知情的前提下 他都没有想着 要明明地羞辱 也就是说 不公开 这个事情不公开 说 你必须要知道 这事与 约瑟有直接关系 他是当事人 玛丽亚是当事人 约瑟是当事人 他们之间是 直接的一个关系 参与的 玛丽亚用圣灵 直接会影响 约瑟的 直接侵犯的是 他的关系 他的婚姻 是不是 他的关系 他是当事人的 第一责任人的 当事人的 可是在 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是第一当事人 侵犯了他的关系 而且他也不知情 是圣灵来的 是不是 马丽亚生 是圣灵的 在这样的签计下 他还没有明明地 把他羞辱 明明地把他羞辱了 他就是这样 暗暗的 也就是私了 这个私了的方式 就是 不使他受到羞辱 不使他这个事情 是不是 让别人知道 这对一个女孩子来说 是一个极大的保护 保护他的民生 保护他的人格 听亲爱的听众兄弟们 这就叫 不计算人的恶 这是一个很鲜明的特征 可是你看 计算人的恶的人 完全像的 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 他也不是当事人 是不是 那只要是人家 有一点事 那跟他一点关系没有 他都要在背后 到处定罪和论带 要把这事情传到这样 满城风雨 人尽皆知 八个在天底下 人人都知道 羞辱他 无中生有 天有加醋 是不是 八个在天底下 他的事情 没有也给他说成有 有更加说得大 听着啊 这就叫 计算人的恶 你看 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这个是跟他有关系 他都不计算 那个时候跟他没关系 他拼命地计算 如果是这样 有再大的恩赐 也没有用 有再多的知识 也没有用 看到没有 这样的话 他就是这样 他就是没有爱 不知道什么是爱 所以在真言书里面讲到 恨能挑取真诞 爱能遮掩 过错 看到没有 所以爱能遮掩 人的过错 你有过错 我包容你 接拉你 保护你 我是你的遮盖 是不是 这个遮掩过错 我并不是说 你发现你做错了 这么想 我就 并不是说那种 无原则的 无原则的包容 而是怎样 而是你不是带着定罪的心 带着审判的心 论淡的心 把他这个事 抖出来 不但没有帮助他 解决问题 反而让他更加的受到伤害 看到没有 那么爱能遮掩 过错 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 你包容他 这个事 你一包容他的同时 你也会帮助他 你正确地劝勉他 劝勉他 教导他 帮助他 就算他错了 在你的包容之下 他不会恶化 是不是 在你的教导之下 劝勉之下 他会改正 看到没有 从他个人角度来讲 他会改正 从社会性的角度来讲 他不会恶化 这个事很厉害 所以就叫 爱能遮掩过错 因为如果 可是恨能挑起真诞 什么意思 就是你会把他抖出来 你不但没有包容他 劝勉教导他 反而把他抖出来 让人尽皆知 成为社会性事业 最终你看到没有 你心里没有恨 他心里也有恨 那一辈子就是死仇了 老死不相望 所以这叫爱能挑起 爱能这样过错 恨能挑起真诞的意思 不但这个恨能挑起真诞 就是你不但不能包容他 劝勉教导他 是他个人的方面上 回改改正 是不是 做不到 甚至是扩大成为社会性事业 公众性事业 人们都盯追他 看不起他 破坏了他的名声 羞辱了他的人格 你想想一想 他心里面能输出 这个恨能挑起真诞 这个挑起真诞的人心里也不输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样看来我们就可以看到 约瑟的处理方式 真是非常好 他是直接当事人 他全力受到侵犯 你看到没有 他都没有办法公开化 他是私下解决 他不愿意公开地羞辱他 明明地羞辱他 明明羞辱他 就是公开地把他羞辱 所以弟兄姐妹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绿色呀 你看像他变的人 他被圣经称为是义人 这里说他是义人 那可不是他这里说的呀 不是马太说的呀 那就是神说的 那就是神说他是义人 你看 心中有义的人 他就是心中有爱的人 所以哪怕是他自己的权利 受到侵犯 他都不会立即去羞辱人 是不是 他会包容他 他会包容他 就算是把这个问题解决 他也不会让他人格受到羞辱 他会包容他 包容他 保护他 所以这就是义人的一个特征 义人的一个特征 他是义人他就肯定有爱 爱就不计算人的恶 这是第八方面 爱是不计算人的恶 所以他心中有爱 他就会保护人 就会接纳人 就会包容人 就会遮盖人 是不是 就会劝勉人 就会帮助 使他得胜 阿们吗 这样一看 你看到耶稣了 耶稣他所到之处 都是怜悯人 激纳人 激纳人 包容人 赦免人 老鼠人 无论是顺利 寄予 罪人 各人各样的人 来到耶稣面前 耶稣都赦免他们 都激纳他们 都包容他们 并且都教导他们 你看先有赦免吧 先有激纳和包容吧 然后再教导 他们才愿意听得 阿们吗 你上去跟人家定罪 把人家的罪 进入出来 说你啊 贪污了多少钱 撒盖啊 贪污了多少钱 你就是个贪污犯 我今天来 看看你贪污了多少钱 把你所有的 想做说说的罪 贪污了多少钱的罪 都激露出来 那撒盖要耶稣到他家去 哈哈哈哈哈哈 是不是 哈哈哈哈 要不要到他家去了 哈哈 那又不是宽快喜喜 你都从书上下来 接待耶稣到他家里了 撒盖 吓 吓 啊 把想做说说的罪 隐藏 贪污了多少钱 你贪污了 你贪污了 呵呵呵 讲的是啥 啊 爱是不激善的 撒盖有罪 也说不激善 可是今天你去的那 都是激善 哈哈哈哈哈哈 是不是 撒盖有罪 你都激善了 撒盖有罪 你都激善了 你都激善了 还不从书上下来的 哈哈哈哈 是不是 撒盖不上书了 你只得他去看嘛 哎 他上书 呵呵呵 是不是 如果耶稣计算撒盖的恶 撒盖上书嘛 你想看一下吧 哎 只得撒盖去看嘛 撒盖一半也去看嘛 撒盖往后就见了耶稣 见都不见他了 是不是 在家里面登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撒盖得丢紧的 对不对 哎 耶稣不激善 撒盖的恶 不激善 麻太的恶 你看到没有 哎 可是今天你听的 都是激善你的恶 哈哈 听了耶稣的事 听错了 可是你在这里就能听得了 啊 圣得耶稣的心 哈哈哈哈 是不是 我们这里的话是用的 神说 懂得我的心 这些神都跟我说了这个话 让我得到极其他安慰和鼓励 就算是有一个人听 我觉得这个团道也值 阿们 何况不止啊 呵呵呵呵 是不是 所以你懂得神的心 你会发现神 集裁人的恶 对 季女也许对啊 哪个季女来在耶稣面前 耶稣说 认对啊 啥时候想错说错 做错的自己都要认出来啊 你是个季女 你犯了多少的监狱 被淫难的人 把这所有想错说错 就做错了一段日 来进于赶到耶稣里 来 看一看 有没有 你必须看到耶稣是怎样的耶稣 耶稣是充满爱的耶稣 爱是不记在人的恶 你有恶没有 肯定有恶呀 没有恶他用得着不记散嘛 哈哈哈哈 是不是 可是爱是什么 你有恶他不记散 可是恨是什么 恨你有恶记散 没恶他都记散呢 何况有 有的给你无险够大 是不是 你看到没有 爱是不记散人的恶 恨是天天记散你的恶 爱是暴露你 遮盖你 恨是揭露你 恨是揭露你 羞辱你 呵呵呵 爱是怎样 爱是 因为他前面他不记散你的恶 他能包容揭露你 他赦免你 揭露你 你才会被 温暖啊 明白吗 撒该才被温暖了 他就慌慌兮兮瞎了 税吏也被温暖了 他就跟着耶稣做他的门徒 那些税吏进去罪人就被温暖了 他们才愿意挨敬耶稣 听耶稣的讲道了 是不是 他们只有先被接纳了包容的赦免了 他才被温暖 然后耶稣再跟他们讲道 他们才会听 听着耶稣的讲道以后 他们才得到正确的教导 正确的问阳和牧阳 他才会怎样 他才会悔改 他才得着光顾 才成长去 禁运就不再当禁运了 不再去犯嫌疑了 税吏就不再 当税吏了 还当耶稣的门徒了 就算当税吏也不讹诈人了 正规受税 阿门不阿门 这才叫爱 这才叫耶稣啊 看到没有 这里讲爱的时候讲谁 就是讲耶稣啊 耶稣就是这个呢 幻邪险落的妇人 听到耶稣的事 就是听到啥事 就是听到这个事 耶稣不计三人的恶 阿门嘛 耶稣不给人定罪 所以 所以 长大蛮蜂的到耶稣面前 耶稣都能触摸他 是不是 可是从御法的角度来讲 从那些大基斯文士法利塞人来说 大蛮蜂蜂呢 哪敢到人面前 那是 那是 他不知道耶稣肯不肯 看耶稣动了 因为你的心 是不是 动了慈心 说我肯 你接近了 不但这么说 还伸手触摸他 伸手摸他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看 我们讲耶稣 跟别人讲耶稣 都不一样 是不是 所以 换血肉的妇人 还听到耶稣是这样的事 不给人定罪 是不是 不计算人的恶 还充满了爱 充满了怜悲 连大蛮蜂她都触摸 她都激浪 她都拥抱 所以她听到耶稣这个事 她才有信心 她是愿意来找耶稣 她愿意来想 我只要摸耶稣一双岁子 就得一致 必得钱 阿们 看到没有 信心从哪里来的 亲戚是从耶稣那里来的 阿们 你越认识耶稣 越认识他对你的爱 越认识他的恩典 越认识他的权柄能力 是不是 越认识他的怜悲 越认识他对你的赦免 你越不会有信心 可是你今天怎么会看到一些人 头上戴个帽子 身上穿一身黑袍子 还穿一个领带 他站在那里 跟你讲的耶稣 都是让你害的 都是定你的罪的 计算你的恶的 激怒 激怒你的罪的 像肚子主一样 天天披露你 是不是 是不是 本来你被罪去 就折磨得不行了 一半天再来听他讲一下 那就是鸭垮鲁头的最后一根稻草 是不是 所以他就揭露你 就定罪你 就打压你 你说你这日子咋过吗 难怪有那么多的人出问题 你另一步成长 被压制 被打压 思想又不更新 都是负面的东西 不好的东西 瑕疵 身体健康也出问题 各方面也出问题 看到更没原因了吗 亲爱的朋友姐妹妹 所以我们要看到 不是说 他的外在怎么样 他的活动怎么样 他的程序怎么样 他的平台怎么样 最重要的 他讲的耶稣 耶稣是不计算人的恶的 如果他天天讲的 都是计算你的恶 那你这个就不要再听了 你再听 你就是吃毒药 这就是思想的毒药 灵魂的毒药啊 你天天吃毒药啊 你还能过好日子 所以宝贵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的耶稣 他是不计算人的恶的 你有恶他不计算 他爱你 他去赦免你 把你从恶里面救出来 然后怎样 喂养你 教导你 帮助你 是你成长的得胜 这才是爱 就像你的孩子一样 你的孩子做错了 你并不是说打他 骂他 不要他 是不是 你是爱他 是不是 你正确地爱他 包容他 激拉他 激拉他 爱他 使他怎样 然后帮助教导他 使他成长起来 把他成长起来 就不会再走错了 好 这是爱是不去三人的恶 第八方面 明白吗 这都是很重要的 很生活化细节化的 你这个听明白了以后 你的心就会保守 你的心就让神的爱充满 阿们 你每一次听到 都是神的道充满 神的华人充满 神的爱充满 你心中都不会在想人家 不好的方面 不在计算人家的恶恶 你想一下 你心中都不想了 都不计算人的恶恶 你口里还会说吗 你还会订阅人家 认待人家 说人家做的那吗 你不会说的 是不是 他的那些啥都激拉包容 跟你没关系 你又不是他的当事人 就算他有错 跟你有啥关系 你看约瑟跟他有关系 他都不羞辱他 那约瑟那时候 还没重申得救呢 不是 他是旧约之下 律法之下的义人 他不是新约之下 被失灵重申的女人 旧约一人 跟新约一人不一样 看到没有 他没有重申得救 还不是新约的女人 你看他都知道 也不羞辱人 这就指定人的一个本性 你人的一个本性 一个良善的本性 你就不会让人家难堪 你都说就算是他不对 那你也会原谅他 是不是 何况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 所以当你明白这些真理以后 这就是一个选择了 接下来就是一个选择了 我就选择只相信神的爱 阿们 神的爱充满我的心 是不是 那么我的心就被爱保守 就被爱充满 我每一天活在神的爱里面 多好啊 多么开心喜乐呀 我心欢喜 临快乐 肉身也安然居住 活在神的爱里面 多好 神的爱充满我的心 保守我的心 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 是不是 那就是生命啊 喜乐呀 平安啊 健康啊 都从你的心里面发出 因为那神的爱在你心里面 你看 这不计算人的恶 连一点恶都没有 一点恶的想法就不想 一点恨人的想法都不想 是不是 你看那些人想恶的 这些恨人的想别人不好的 他很苦的 想着想着都想着怎么报复人家 报复报复人家 怎么报复人家 把自己就送进去了 是不是 把自己送到 送进去以后 他还有好儿子过 不管是人家 还是他自己 都没好儿子 所以你要蒙福 就不要计算人的恶 不计算人的恶 心里面想也不行 是不是 你就祝福他 如果跟你有关系的话 对不对 你就赦免包容他 你就这样 用正确的劝勉和教导他 用耶稣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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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得到了 阿们 如果跟你没关系 跟你没关系 你看就看你想怎么样 你想跟他 建立关系 你想帮助他 那你就想耶稣的方式 对不对 他 仍然是耶稣的方式 耶稣怎么对待水利 撒盖 你又怎么对待他 耶稣怎么对待寄予 你又怎么对待他 你先爱他 赦免他 暴露他 然后你正确的 劝勉他 教导他 他肯定听你的 你得着他的心 你透过爱和恩典 得到他的心 然后你去劝勉他 教导他 他就会改正 然后又带他 听陈彼得牧师的讲道 他就会成长 阿们吗 是不是 哎呀 亲爱的弟兄姐妹妹 好 这是 爱不及三人的恶 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很重要很重要 所以让神的爱出门你的心 真的太好了 好 接下来 第六方面 这个第六节 这是第九方面 不喜欢 不喜欢不易 看到没有 不喜欢不易 只喜欢真理 跟我说 不喜欢不易 只喜欢真理 不喜欢不易啊 只喜欢真理 这个叫什么 听着啊 这不是说 你不喜欢罪人 只喜欢意 不喜欢不可爱的人 只喜欢可爱的人 不是这个意思啊 不喜欢不易 只喜欢真理 看到不易了吗 真理了吗 看到不喜欢吗 只喜欢吗 它是一个选择 这是一个选择 这是一个选择 所以这个选择是什么 这个选择就是 你会只选择真理啊 这个世界分两个世界了 表面看一个世界 就是它分两个世界 一个是真理的世界 一个是真理的世界 一个是不易的世界 也可以说是谎言的世界 所以如果你心中有爱了 明白爱了以后 你肯定只会选择真理啊 你肯定会只听真理的道啊 你只喜欢真理啊 每一天就听真理啊 阿们 真理是什么 真理 耶稣就是真理啊 基督信仰 基督信仰最高真理 就是耶稣基督啊 他的救分真理啊 在基督你是新造的人 看到没有 你只喜欢呢 喜欢是什么 喜欢的就是你很开心的 你很喜乐呀 每一天选择真理啊 你不会选择不易了 你别以为不易是犯罪啊 罪行的 不是那么简单 他不易罪行犯罪从哪里来的 罪行和犯罪 它是从罪来的 是从谎言来的 是从魔鬼来的 看到没有 罪行从哪里来的 人会犯罪有这个行为 是不是从一个想法来的 他没有这样想他会犯罪吗 他会骂人会打人吗 他会有那些罪行吗 肯定没有啊 是不是 他有罪行肯定是先有罪的想法 或者是听了错误的观念 错误的教导 是不是啊 好 那么罪的想法从哪里来的 真的想法就是从罪来的 是不是啊 就是从罪人 从哪罪时候来的 罪又从魔鬼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要看到哪背后的运作 林教育犯罪的 罪行的的时候 他已经是最后的果子结出来了 哎 骨子结出来了 然后再把这个人咔嚓掉 那是不必的 为交而住 视为不善 是不是啊 所以他有这个 都有罪行的时候 其实要看到他根本的原因 是因为他接受的教导错误 接受的观念错误啊 他的想法 这些观念和教导从哪里来 所以不喜欢不义 所以不喜欢不义 其实更加延伸的精准的来讲 就是不喜欢错误的教导 不喜欢罪恶的教导 不喜欢不义的观念 不义的教导 也不义的想法都不喜欢 看到没有 这是一个选择题 你每天选择听什么 你听错误的教导 听不义的教导 听罪的想法 那你肯定犯罪 肯定想错说错做错 肯定恨人骂人大人 是不是不好的话都出来了 但如果你做出一个选择 你知道全是爱了 在真理的世界里面没有不义 真理的世界里没有谎言 那你完全可以选择 我不喜欢这些 我既然不喜欢你了 我根本就不会 听你了 也不会选择你了 是不是 既然都不听都不选择 不听你了 他就不会下证你了 你听谁的 就会谁管你了 你听罪的 就会罪下止 你听义的 就会义管你啊 义就在你生命中作网了 罪就不能在你身上做主了 看到没有 你亲密于义 亲密于神的话 于神的真理 在我们里面运行实行统治 看到没有 这是一个选择 而你只有认识爱了以后 你才有正确的选择 你没有爱 不知道爱 你选择都选择错了 你看保罗 是吧 是吧 保罗在没有认识耶稣之起 他是这个法利塞人中的法利塞人 他是加盟利明夏的 受效的 就是说今天你是 陈彼得明夏的 是不是 太玩笑了 幽默一下 是不是 特别提到我是加盟利明夏的 加盟利那是很厉害的人 很厉害的这个 这个 法利塞人中的这个 导师级别的 对不对 所以保罗是这样的明夏受效的 加盟利明夏受效的 法利塞人中的法利塞人 你想象一下他 那个时候没有认识耶稣之起 他认为 基督徒都是一丹 耶稣是一丹的头子 这些彼得、雅各、约翰 通通是一丹的里面的骨干分子 斯蒂凡是一丹里面的 是不是 当中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骨干分子 是不是 所以你想象一下他那时候他是非常热心的 他逼迫教会 他鞭打基督徒 拿着文书 授权 他到处抓基督徒 凡军牢上抓起来 是不是 可是他也认为他是在服侍神的 他也认为他很虔诚的 他愿意把他逼迫基督徒 把人家又打 用鞭子打 又用石头砸 又把人家下了尖利 这样的他以为他在服侍神 您听懂我在讲什么吗 亲爱的你们俊备 这就是让你认识到 一个不知道神的爱的人 他做的事情是很疯狂的 他以为那是对的 看他没有认识耶稣 没有认识耶稣之气 他不认识神的爱之气 你看他又把人往死里打 又把人用石头砸 又把人鞭打 又把人抓起来 又把人吓在电脑里面 又说话吓唬人 逼迫人吓唬人 恐吓的话 他以为他服侍神很虔诚 等他被大麻烧的路上被光照以后 他回来以后 他彻底的知道 以前做的都是错的 自以为是爱神 其实是这样 抵挡神 自以为非常虔诚 其实是极丹的 极丹的不虔诚 哈哈哈哈 是不是 看到没有 所以当他明白 当他明白爱以后 你看 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写得出 才能写得出这样爱的视频 才能讲得出这样最妙的道 因为他激励了这些 而且谁也给他这样的启示 所以你看 他能讲得出这样的道 所以你看 歌流前书十三章 关于最妙的道 爱的道是他保罗讲的 不是彼得讲过来的 也不是约翰讲的 约翰先生讲爱讲爱 没他讲的这么好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这是因为他经历的这个CEO 经历的这个极丹的 帝神的教会的逼迫 抵挡神 逼迫教会 这个极丹的情况下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主耶稣还来怜悯他 还来爱他 还来拯救他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能想象他 这颗心 激历了多大的震撼 激历了多大的回准 宝多的那些世界 极大震撼 所以他讲过一句话 他是被神的爱的激励啊 他为什么拼死的传道 不不信命的传福音 传扬福音 建立教会 训练弘徒 扩张神 为什么 他真的是被神爱的 他真的是亲身经历 亲身体会的 他是一个在罪人中的罪魁 对不对 为信耶稣之前 他是最人中的罪魁的人 在一个地步当中 激单的反对神 抵挡神逼迫教会的人 就是这一个人都被涉害了 被耶稣联明的 被耶稣赦免的 被耶稣拯救的 他能不把命交给耶稣吗 他还娶什么老婆 是什么网 他有辈子没娶老婆 没生网 所以 对不起没 他所有的经历 不可以用来这些事 他外事看着愤怒 这样留着一路为质报 所有切得为耶稣 阿们吗 太震撼了 所以我有时候 我思想饱了我太震撼了 阿们 我们 我们都是过过日子的人 神现在是真正为神 是不是 付出百上姑姑心灵的人 这才讲真正的是国度信心 心中只有神 只有基督 只有神的国 阿们 你还讲国度复兴 只有保罗才配极 保罗的心中只有神的国度 没有任何其他 其他的人讲国度复兴 都是骗人的 是不是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能在这真理上 能看到神给我们的起始量 你灵命能成长 你自然就复兴 你灵命不成长 你不认识神的爱 你不懂神的心 你不认识耶稣是怎样的耶稣 你不认识神怎么爱你 就算是你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 都是错的 自以为是前者 自以为在做这做那 因为我们人很多的时候 就认为我做了很多 然后就会要求别人 你看你们没做法 我天天传不平 你们一个也没传 是不是 我天天给人祷告 你们一个也不得 我天天读多少圣经 你们也当心不得 只有他就要靠自己去做做做 然后对别人产生要求的时候 问你 你做了吗 当你觉得你没做的时候 你就会活在 定罪感里面 被救感 他以为他在服侍谁 你在做的跟保罗相比吗 保罗是法利赛中的法利赛人 假的也没想社交的 是不是 所以他做了那么多 他那以为服侍谁呢 可是 他这些服侍都不是服侍 所以只有认识耶稣 认识爱了以后 是不是 明白耶稣 明白神的爱以后 他的服侍 才是真正的服侍 真正的服侍 所以从此以后 他们就不再谴责法利赛人 也不谴责 叫加勒利赛人一下 叫的 换言之 他不听加勒利赛的讲道 他听谁讲道 他听耶稣的讲道 听彼得的讲道 是不是 他就是耶路撒冷找彼得 不就是听彼得讲道吗 他听彼得讲道 找彼得干啥 是不是 听彼得讲道 听约翰讲道 听雅各讲道 听英苏的讲道 在阿拉伯旷野 三年的时间 天天听耶稣的讲道 与耶稣在一起 他还听加勒利赛的讲道呢 还听法利赛人的讲道呢 这个就叫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义 至亲耶稣的 阿们 你要说是 先从亲耶稣的道开始 先从认识耶稣 领受耶稣的爱开始 你连耶稣的道都不听 是不是 连耶稣的爱是什么都不知道 呵呵呵 那你服侍耶稣都是错的 都是律法主义 都是要求 所以你看到了吗 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义 它是一个选择 所以今天你选择什么 你还选择听文士的道 法利赛人的道 法利赛人的道 加上你也没想收招吗 还说我是法利赛人的法利赛人 你不会这么说 在进去那里说 我是哪个教育的 我是有所所所所所的 我说我是我所课复兴 我是荣耀品 我是荣耀平台 我是赖他们习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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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 which 听传讲耶稣的道的 听成立的牧师的讲道 哈哈哈哈 怎么 我现在听真理的道 阿们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这就是让我们看到 让我们看到 就是每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 你每一天都面临的选择呀 很重要的 不然犯罪也犯出来了 才定罪呀 那定罪都完了 定罪也没有用 果子都出来了 说它有什么用 是不是 你先从种子开始 你听的每一个话驴 每一个思想都是种子 你接受的每一个观念 每一个教导都是种子 一个种子 种下去 它肯定会发扬荡荡 开花结果的 最后成为一片森林 它叫种子思维 是不是 听我们讲 种子思维的一样几妹 有的人 名字叫种子思维 全名字叫种子思维 所以故意 它也是一个种子开始 真理也是一个种子开始 他也有讲到撒种的比喻 是不是 这个种子 撒出去 撒出去 讲到种子的时候 它说的是天国的道理 天国的道理 所以如果你听的是天国的道理 这个天国的道理就是基督的真理 这个种子撒在你这好土地里 你选择真理 选择让真理的种子 种在你心里 哎 你就会成长了 就会发芽 成长 是不是 然后开 浇水啊 享受阳光啊 就是继续的被喂养 继续的在这花肉的光照之下 花肉的活水的喂养之下 继续的成长 成长到一个地步 就会长大 就会开花 就会结果 这自然的不是要求的 没有一个生命是要求的 没有一个生命都是自然的 所以当他长大以后 他开花结果以后 你看到没有 这果子落下来 这又继续的发芽 把长大开花结果 全都听不见没 就这样的不断的发展 最后他们成为一种子 会成为一片森林吗 所以整个世界 其实都是这样运作的 真理的世界是这么运作 这个谎言的世界 不易的世界 它也这么运作的 一切都是从种子 一切都是从种子开始 所以你接受的是真理的种子 选择喜欢真理的道 得到真理的喂养和脚板 你肯定会活在爱里面 肯定会开花结果 肯定会开花结果散发 大形象 真理的里面 绽放荣光 亲爱的你们 你喜欢真理 你看你喜欢什么 你就会得胜 他们又说叫你喜欢恩赐 叫你喜欢草票 叫你喜欢毛毛毛 各种各样的其他的东西 它强调的是你喜欢真理 听明白没有 万有都会为你消毒 你喜欢真理 真理在所有的层次当中 级别当中是最高的存在 你看真理它原文 在基督里面 它是指最高的真理 所以真理是最高级别 它是最后它彰显的是一个 统治和管理 彰显的是神的国和神的荣耀 阿们 所以你最需要的是 在真理上成长 你最喜欢什么 你就会得胜 阿们啊 你千万别喜欢错了 好不容易有点爱好 最后都爱好错了 你喜欢没有喜欢对 你喜欢真理 那我心里面也喜欢 你里面也喜欢 看来就那么轻人 所以这个是一个选择 一个属灵的洞察力 它是建立在对真理的认知上 阿们 那你的心肯定是政治的 你看那些不信在爱里面的 不清真理的 它的心就不政治 就弯曲的 各种各样的想法 树面的想法 是不是 怀里的 不信的 苦毒的 忧郁的 它就像阴窝鬼一样 阴窝各种各样的鬼一样 心肺 其实它自己最难受 它自己最难受 所以各位姐妹 当你只喜欢真理的 你不喜欢不义 这就跟你没关系了 你的心里面就光明 开心 喜乐 平安 正直 是不是 你活在真理的世界里面 你心中是充满荣光的 这个喜乐和荣光 不会受到任何环境所限制 任何物质所影响 就像博多说的 看一看博多说的 对吧 飞丽比书 还放到这里才叫的 哇 多么棒 你看他说 飞丽比书第四章十二节 十二节到十三节 你看 他说 我知道怎样除悲戒 也知道怎样除丰树 或饱足 或饱足 或饥饿 或有余 或缺乏 随时随在 我都得了 秘诀 我靠着那 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 都能做 看到没有 所以这时候我们看到保罗 飞丽比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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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着那 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这就是他明白真理了 他明白爱 明白真理了 他就被保守 他的心就被建造 就强大 任何的环境 都影响不了 有钱还是没钱 都影响不了 保毒还是机构 都影响不了 甚至是不是关在监牢里面 还是一个自由的 都影响不了 看到没有 在监牢里面 仍然能够传福音 仍然能够搞门头训练 在监牢里面 仍然能够祷告 创使歌颂神 亲爱的这位姐妹 这就是 现在真理当中 他的一个强大 他是胜过世界的 没有任何世界的 宗教世界的力量 能够限制他 他是在基督门下 受教 看了没有 这个情况完全不一样了 以前在加监牢里面 下受教 他所干的事 是不是 因为现在 他的基督门下受教 他所干的事 你看完全不一样 没有任何东西 可以进入他的心 这是今天每个神的儿女啊 我们要成长的目标 我们在心里面要越发地在真理上成长 让这个真理的道 未养你 接入你的心 让你扎实在真理的里面 只喜欢真理啊 不喜欢不一 只喜欢真理 当你这样的话 你 在真理里面这样成长 这样可以虚拣去 最终 你得胜过一切的环境 你的心不会受到环境所影响 环境所左右 听见没 你的心实上 真理在里面掌权 靠着神 凡事多如 也就是说 神让你做的事 神给你的使命 给你的护照 对不对 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和命令 都必成就 这个真理的种子 在我们里面发芽 必定会开花结果 祝福事业 这刮过飘香 是不是 这刮过飘香 必定会成为这个世界的共鸣 散发在你身边的人 你的家人 亲人 朋友 你所接触的 没有人的身上 他们在你身上 都会闻到这份信仰之气 刮过的信仰之气 基督的信仰之气 真理的 果实的信仰之气 阿们 好 这是我们今天上午的分享 听明白的家人们 你说的家人们 相信的家人们 喊一下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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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祷告 我们来祷告 举起 举起你的双手 奉耶稣的名 来祷告 天父感谢你 祝福了这美好的主日 美好的上午 你的话语 何的那甘甜 散发的亮光 何的那美好 照亮到我们的心田 让我们在你的爱里面成长 让我们不计算人的恶 让我们的心中 充满耶稣的爱 充满耶稣的恩惠 充满耶稣的平安 让我们对待任何人 都用耶稣的生命 耶稣的基督的心来对待 以真理来教导 让神的儿女们 都在真理上成长 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 让我们活在真理的世界当中 真理的亮光当中 每天在这真理当中 被喂养被建造 赐福所有的孩子们 赐福每一个 包括神的儿女 让这真理的种子 在我们里面发芽张大开花 结果祝福更多更多 结果更多更多 谢谢天父妈妈 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 祝福了我们 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让这爱的亮光 爱的真理的道 来在我们里面运气 来祝福我们神儿女们 在2024年 行在爱里面 行在真理里面 一致我们所想所说 所做的一切 都是从爱出发 从真理出发 让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 让我们懂得你的心 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 在你的真理的光中 与你同心同心 谢谢天父 祝福每一个神的儿女 每一个宝贵的家庭 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在这新的一个礼拜开始 特别要进入我们国家的一个 传统的一个春节的假期当中 春节的吉日当中 要赐福每一个孩子们 要加分我们心里的力量 赐给我们喜乐平安 赐给我们信心 赐给我们话语的光 使我们在这个吉日当中 成为你荣美的家人 使我们的每一个笑容都发光 使我们每一个眼神都发光 使我们的每一个话语都发光 我们的话语都是光啊 都会照亮我们的家人 都会照亮我们的亲人朋友 这会照亮我们所接触的每一个人 奉耶稣的力 因为耶稣就是世界的光 因为我们就是世上的光 让每一个神的儿女们 在这华的光中 都成为被你所使用的 被你所祝福的 祝福的光导 谢谢天父 让每一个宝贵的神儿女 在美好的节日 都蒙福喜乐 都大大的得深 哈利路亚 让我们的生命 都彰显基督的容赖 让我们与我们的亲人朋友 与我们所接触的人 建立爱的关系 让我们的生命 呼出耶稣的爱 谢谢天父 让我们所说所做的一切 彰显耶稣的爱 彰显耶稣的容赖 谢谢天父 荣耀感恩都归给你 让每一个孩子 家族 家人家族都能复 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把恩惠平安 充满我们的心 充满我们的家庭 充满我们的家庭 谢谢天父 一切荣耀感恩都归给你 恩惠平安 与我们同在 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 奉主耶稣的生命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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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